大大 大为大一 有 嗨朋友们大家好 去年九月份搬家以后呢 我就没有发视频 各种的忙 对不起大家 今天呢是2012年1月2号 也算是新年 在这里呢 我祝愿我所有的朋友和你们的家人 在2020年 事事顺心 身体健康 每天开心 2020年呢 我们家也是一个会非常忙碌的一年 但是呢 我会尽量争取在这忙碌的一年里 也会不断的上传各种视频 希望大家关注我的成长 谢谢 今天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道 日本过年时 基本上家家都会吃的 玉子后烧 就是鸡蛋后烧 做这个鸡蛋后烧 一般都用这个后烧锅 但是我今天呢 就是不用这个后烧锅 就用普通的平底锅来做 这样的话 大家学起来会比较方便一些 材料有三个鸡蛋 味淋 白高汤 料理酒 先把鸡蛋磕到碗里 稍微给它搅一下 加入两小勺 加入两小勺味淋 一小勺白高汤 料理酒 然后给它搅拌一下 这个不用要求搅拌的特别匀 也可以里边有一点白色的蛋清 这样也很 做起来也很漂亮 平底锅刷上油 然后开中火 低点蛋液 试试波温 看看它这样起泡了 开始凝固了 就可以把蛋液倒进去 先不要全部倒进去 倒三分之一 然后给它这样子 让它下面熟的和上面不熟的 混起来 但是不要摊得太面积大 然后把这个半熟的 给它卷起来 放到一边 离火中心远一点的地方 刚才没有油的地方 再用这个刷子 给它刷一点油 这个时候要把火 给调成小一点 把剩下的三分之二的蛋液倒进去 随着它慢慢的变热 给它慢慢的往中间靠 给它整形 这样咱们做出来的 才会形状会接近后烧锅的形状 你可以让一部分蛋液流出来 流出来 流到边上 然后让它凝固 慢慢的凝固 慢慢的往中间给它 归了 注意下边的火不要太大 下边的火大的话 就会糊了 然后呢 把刚才先煎的 差不多的三分之一的 往这边 给它慢慢的卷 稍微给它压实一点 然后再卷 卷一点压一点 这样中间就不会出现断层和分隔 不要怕它会散开 慢慢的往一起卷 因为趁着蛋液还没凝固的话 你还是可以有机会做各种形状的塑造 然后给它再最后卷一次 好的 再给它压一下 把这个头给它往中间靠一靠 可以拿另一个材料给它往中间靠一靠 使它更厚一些 使它更厚一些 形状更像 用那个厚烧锅煎出来的厚烧一样 给它不停地翻一下 轰一下 使它受热均匀 里边的蛋液也能够凝固 又使它这个表皮不要糊掉 好了 这样咱们的平底锅玉子后烧就煎好了 咱们来试一下 看看 因为这个蛋液没有完全的给搅开 所以说这样子有这样的花纹很漂亮 做得出来 做得到 做得到 大胃大胃 有 我请我的小宝宝 我试吃一下吧 我帮你多吃啊